嗨,我们现在是刚刚到了槟城 已经确议了酒店 要休息的已经休息了 要洗澡的已经洗澡了 现在刚好四点半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要去升旗山 升旗山我本身已经几年都没有去过了 所以也有一点很期待吧 其实曾先生是完全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 他是完全没有去过升旗山 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次我们来槟城 干脆就跟小家伙一起去Binang Hill好了 所以我们大概需要15分钟才会到那里 所以看一下那个Cablecast里程是怎么样的吧 当天的天气其实是不错的 我们就是害怕太热 所以才选择了下午的时间 我们跑到半时结果还是没有赶得上刚才那一班 Fernicolor 就是那个缆车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还要等着15分钟吧 其实一个成人票大概需要12令吉来回吧 所以我们两个人是24块 所以小家伙呢是完全免费的是不用钱哦 所以我们在那里面是什么 我们在那里面是什么 我们在那里面是什么 游客想要登上升旗山 可以选择乘坐游览列车 或者是徒步登山 曾先生还没有来到升旗山之前 一直以为升旗山的缆车是挂在天空的 结果呢 来到才发现原来是跟香港的太平山一样 是爬坡的缆车 这真的让我们想起了香港的太平山 缆车爬坡的速度很快 而且有将近60度的斜坡 真的是有点可怕 可是小家伙才不会这样子被吓着呢 耶!我们到了! 耶!我们到了!耶! 其实升旗山上面这里哦 也真的是蛮凉的了 我觉得大概可能20度 所以刚才坐那个 Vunicular上来 大概也是需要5分钟的测程吧 大概5分钟吧? 5分钟啊 然后一出来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平台 可以给你们看到 冰城乔治市的那个市景 所以我自己觉得 其实那个市景是真的蛮漂亮的 我也没有想到原来冰城 在这么高的地方看下去 原来是这么美的 觉得怎么样? 哇!第一次来这里 看到很漂亮耶! 很美耶! 升旗山 又名冰郎山 位于冰岛中部 海拔833米 是冰城的最高点 由于常年气候凉爽 所以这里长满了许多花草树木 而且也是当地人 以及游客们的避暑圣地 在这里 我现在现在在海拔5外 还有在海拔7山 升旗山上 比较重要的游客地区 除了有餐厅、咖啡馆 还有一个小广场 游客中心 以及一座警察局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买的 什么里面啊? 啊! Cickey Special Masala 这还不好吃呢 结果真的是挺好吃的 我们非常的推荐 这里还有全新的景点 The Habitat 可以让大家 重新认识热带鱼林 我想要来参观 这个The Habitat 没想到 它已经关门了 现在已经6点多了 真的没有想到 也在升旗山真的那么多东西可以看 我觉得我们上来的太迟了 所以可能 下一次我们来的时候 要多留一点时间给升旗山 要早一点来 而且现在 要早一点来 而且现在 天好像已经快要黑了 不知道是因为要下雨的关系 还是因为真的是天要黑下来了 所以我看我们还是快点下去吧 我们快点走吧 OK 好 升旗山很值得推荐 很值得推荐 很值得推荐 哦 他也在推荐哦 Yan Yan Say hello Hi Ready 好吧 我们下去咯 拜拜